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每天的灵修是生活中最得力的时刻 让我们谦卑领受神口中的教训 将他的言语存述在心 愿神扶持我们 使我们用智慧行完全的道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你的财宝在哪里 我们思想 你的财宝在哪里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新约圣经 马太福音第六章 十九到三十三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 十九到三十三节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首诗歌 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候 不知道什么叫永仇 随着年随着多 烦恼也跟着多 许多人忙忙碌碌的追求 却没有平安息了 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 你看天上飞扬 快乐自在的翱翔 你看夜叠地花 如此美丽芬芳 慈爱的天父会让过他们 他们就不必翻涌 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把中单都写给初 我不为明天忧虑 天父知道我虽不好 但他却仍追顾我 他遗失我的床伤 他痛惜我的软弱 我知道我主掌管明天 我不为明天忧虑 把中单都写给初 我不为明天忧虑 也不知道我虽然 也不知道我虽不怕 但他却仍追顾我 他遗失我的床伤 他痛情我的软弱 我知道我主掌管明天 我不为明天忧虑 我不为明天忧虑 马太福音第六章 十九到三十三节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绣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绣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物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 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哪一个 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克呢?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你想 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 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即荣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所以 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赋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马太福音第六章 十九到三十三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新闻说道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秀坏 也没有贼蛙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秀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 你的财宝在哪里 耶稣说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我们必须避免将财宝 仅仅局限于金钱 若是如此 许多人就会因而认为 这话只是对有些人说的 这是大错特错 主的这句话是给所有的人的 他没有说 不要为自己积攒金钱 而是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 财宝所包括的范围 就很广泛了 什么都可以包括在内 当然也包括金钱 但却又超越金钱 他所指的比金钱更重要 我们的主所关注的倒不是 我们财富的多寡 而是 我们的态度 拥有财富本身并没有错 错的是 人们对财富的态度 任何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 也是毅力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说 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对今生的态度 我们的主在这里针对的是 只以今生为满足的人 他唤醒人 不可将一切的志向 精神 全部寄望于今世 这里所涉及的 已经超越金钱范围 穷人也要听这样的忠告 就是这种危险 远离罪恶 积极行善 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 最好的方法就是 常常亲近主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十篇十六篇 十篇十六篇 十篇十六篇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置摇动 旷野玛纳节目 有上帝的话语 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 你的财宝在哪里 这个题目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 谈到门徒与世界 论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 要我们懂得用合一的态度 来看待所拥有的 以及使用神所赏赐的一切 当话题转到金钱的时候 耶稣说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秀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秀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主耶稣讲这番话 完全没有半点迟疑 他不是说可能或者多半 乃是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必然也在那里 你怎么看待你的金钱呢 你说啊我最爱钱了 钱虽然不是万能 可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奥古斯丁说 你最爱的事物就是你的神 当一个人把钱财当主人 把钱财当做终极的追求 什么事情追根究底 都是为了钱 那活着一定很痛苦 钱是很好的仆人 却是很坏的主人 世人说 以别人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把钱摆到了神的地位上 代替了神 就给自己增加愁苦 若你最爱的不是神 你的心一旦在神以外的 这些事情上 就会开始对神冷淡 你为祝福贪财的 却侵卖耶和华 世人说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耶和华 约伯说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神是一切 连我们的生命气息 都是他所赐的 我们的心里要依靠他 神秘记八章十八节 经文说道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获财的力量 是他给你的 活在今世 钱财的思虑和迷惑 很容易像荆棘一样的 把我们心挤住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 主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诗篇六十二篇 第十节 大卫说 若财宝加增 不要放在心上 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 保罗说 只要有义有识 就当知足 知足的心很重要 保罗对提摩太说 敬钱 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力了 不要自私恋财 贪得无厌 以为人的生命 是在乎家道丰富 事实不是如此 你要当心活在 错误的认知里 把指望放在地上 耶稣说 地上有虫子咬 能绣坏 会有贼蛙窟窿来偷 潮流会退去 地上的一切 转眼就衰残 你要把所羡慕 所指望的 放在天上 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不要在钱财的事上放不下 紧紧抓住 看得见的财富 而不是厚四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要相信神的供应和保护 你真心侍奉神 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但你却不能反过来 因为贪爱钱财而得招神 因为主已经说了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你在神面前心存正直 清心寻求神 神就做你的盾牌 神说 他不会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行动正直的人 但反过来 你若去侍奉马门 做了钱财的奴隶 听从钱财的趋势 就会远离神 有句话说 当钱说话的时候 人就听不见神的声音 当钱说话的时候 真理就揭没了 当我们太看重钱财的时候 我们会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唐崇隆牧师把这句话反过来 他说 看到钱 就去推磨的都是鬼 为钱而活的人 就甘心做了马门的奴隶 保罗提醒提摩泰 贪财是万恶之根 那些贪恋钱财的 就被引诱 理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 把自己刺透了 不要只知道为自己积财 却在神面前不富足 耶稣说 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没有钱万万不能 这是真的 但是不要劳碌求富 要明智地放下这个企图 提摩泰前书六章八到九节 保罗对提摩泰说 只要有义有识 就当知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 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不要存着想要发财的心 而要照神的话 敬畏他 心存谦卑 那么 你就会得到富有尊荣 生命为赏赐 你侍奉的是 厚次百物 给你享受的神 而不是钱 耶稣说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 穿什么 耶稣说 你们看 那天上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 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财富是敬畏神 要仰望神的应许 以赛亚书 三十三章十五到十七节 神说 行事公义 说话正直 增悟欺压的财力 白手不收贿赂 塞尔不听流血的话 闭眼不看邪恶的事的 他必居高处 他的宝障 是磐石的尖累 他的粮必不缺乏 他的水必不断绝 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 必见辽阔之地 真言三章九到十节 所罗门说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 尊荣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榨有心酒盈溢 你为神而活 神就做你的保障 但你为钱而活 定因在虚无的钱财上 那钱财就长了翅膀 如鹰向天飞去 你的钱财的态度如何 比你拥有多少财富更要紧 不要太看重金钱 金钱既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永远的 会有无用的时候 大卫说 若财宝加增 不要放在心上 你要留意你的心在哪里 把财富当神 留给自己的就是虚空 钱财让你眼花缭乱 所以你以为可以摆脱忧虑 得着安全与自由 其实从头到尾 它就是忧虑的根源 美国股市名人 投资专家巴菲特说 钱做的事就是把你放大 金钱可以带来些许快乐 但是到了一定地步 就只能带来更多的钱 变成只是数字 你用钱赚了更多的钱 看下数字增加 你用什么去赚的 拿你换不回的健康去赚的 你去赚了用不到的钱 有什么益处呢 传道书五章十到十一节 所罗门说 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 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 这也是虚空 货物增添 吃的人也增添 物主得什么益处呢 不过眼看而已 古罗马人有句格言 财富像盐水 越喝得多口越渴 人情很微妙 你的财富越多 对人的信任往往就越减 疑人之心就越增 你发现有钱的人呢 常常只跟有钱的朋友在一块 为什么 因为我开始怀疑 想跟他结交的人 他的动机 心想 他们是对我本人有兴趣呢 还是对我的钱有兴趣 是不是要打我金钱的足矣 你看 这种心态就出来了 钱财越多 疑心越大 越没有安全感 所能门说 父祖人的丰满 却不容他睡觉 劳碌的人不拘于吃多吃少 睡得香甜 父祖人导受忧虑和失眠之苦 你劳碌求富 就换来的是重担 十七世纪英国一位清教徒 伊利米巴罗夫 在他所写的西式珍宝 基督徒制作的秘诀 这本书里他提到 荣华富贵带来了四重重担 第一烦恼的重担 第二危险的重担 第三责任的重担 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 在他写的仪式歌里 说到 官大前多心转忧 落落自家头白早 第四交账的重担 神多托谁就向谁多取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你将来要怎样跟神交账呢 当你死的时候 你唯一可以带走的 就只有你自己 其他的身外之物 你一样都带不走 因此不要贪爱钱财 要依靠神 心中贪婪的会挑起争端 但依靠耶和华的必得风欲 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你要放心 以神的信实为良 善用神所给了一切来尊容他 感谢他 传扬他 坐在他的身上 真页十九章十七节 所罗门说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 耶和华必偿还 诗篇四十一篇第一节 诗人说 炫固贫穷的有福了 他遭难的日子 耶和华必搭救他 弟兄姐妹 不要任由金银长的秀 衣服一被虫子咬 财宝让贼挖寇窝偷走了 你要把它换成永恒的财富 积在天上 要懂得以留不住的来换取 永远不会失去的 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我们再来听首诗歌 《活着为耶稣》 《活着为耶稣》 春天上的天上 只望只望能单纯 所有的一切都求他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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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梦生 赐福的秘诀 耶稣我主我救助 我将自己给你 因你为我代私事 给的是你自己 从此我无别的主 我心是你宝座 我的一生一世基督 只要为你而活 活着为耶稣 祂为我缘故 在世子家上 担当醉与休 这爱起的我 答应他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 都在乎你 每天都要仰赖你的供应 求主不叫我们贪爱钱财 不叫我们做守财奴 指望无定的钱财 帮助我们远离金钱的试探 不让他夺走我们的心 你已经赐下了你的话语 帮助我们行事符合你的旨意 经历你的信实 主啊 一个艺人所有的虽然少 却想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你说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 但艺人必发望如青叶 又说少有财宝 敬畏耶和华 强如都有财宝 烦乱不安 虚实我们行事的是你 是我们对你的爱 而不是金钱 你是让我们不至缺乏 福悲满意的牧者 我们单单仰望你 求主帮助我们定金在你身上 胜过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在物欲横流的这个世代 我们凭信心 稀存永恒的财富在天上 帮助我们过公益 敬钱和节日的生活 向我们远离因为放任 而来的负债 而是常常有余分给需要的人 我们恭敬再一次 把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 愿主施恩 随时赐福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使我牧着 我比不知缺乏 花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使我牧着 我比不知缺乏